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我们荣汉福音的最后一部分 就是第21章 我们在这里看耶稣跟伯多鲁的对话 那后来伯多鲁看到荣汉在那边 就问耶稣说 那关于他怎么样 那耶稣实际上没有回答得很清楚 关于荣汉怎么样 我们也不是很知道 但是福音当中好像荣汉还在 耶稣说他要留下来一段时间 我才来接他 但是耶稣说 实际上你不必管荣汉的事情 你要跟随我 耶稣跟门徒开始的关系 是要跟随他 耶稣在湖边 叫他们的时候 请他们来跟随他 耶稣现在最后 要伯多鲁做的 就是跟随他 跟随 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耶稣没有跟门徒说 你看我受到苦 但是后来我复活了 那你们试试看 怎么样 如果你们有困难 那你们会不会在我前面 做更多的事情 好像这样子 没有 耶稣说跟随我 就是说 我们无论碰到什么事情 任何困难 任何痛苦 耶稣都在前面 我们没办法跑到 耶稣的前面 耶稣都在前面 他只是请我们 跟随他 他没有请我们 做另外一条路 他没有请我们 解决我们的问题 全部自己去解决 我们就是要跟随他 他再见面 我们经过他的脚步 慢慢走 但是他是在我们前面 他永远都是在我们前面 复活的开始 复印的开始是这样子 耶稣复活之后 也是一样 门徒的位置 的工作 什么的 就是跟随他的主 这是 博多路要做 也是每一个门徒 要做 就跟随主耶稣 那最后 这部书就是提到 可能如果真的要写 所有关于耶稣的书 可以写一大堆 但是我们就有这些 很多事情 关于耶稣 我们都不知道 他穿的什么颜色的衣服 我们都不知道 他早上吃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是足够 会给我们信仰 我们可以相信这个 圣奥斯汀也有很美好的一个繁星 关于今天 我们在教会的日课里面的 也会念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就要跟随我们的主 但是他要领导我们 进入永恒的生命当中 这个时刻 为我们 为你们 还没来到 但是 有一天 会来到 我们哪个时候 在死亡当中 也会跟随他 进入他的复活 谢谢大家